计划交易,知情合一,买卖规则,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巨头平台Coinite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来看一下群体群友的赛单 群体的Gali999888,OP的多单赚了119% TLNV71,AV赚了0.06% 然后群友说,哥你这个会亏手续费吗 大家都认为他发错了,这个他有点惊悚啊,200倍 然后BQ染,BCH开工亏了570% 他说肉质不好吃吃坏肚子了 QENG,BCH开多赚了562% 然后谢谢肉质姐,那这是个什么故事呢 肉质难道一下较空一下较多吗 然后阿尔岩,COMP开多赚了210% New Ahead,COMP开多赚了230% Justin Dieter,BCH开多200倍赚了660% COMP开多50倍赚了680% 然后余同学说,天天看你们秀收益,我麻了 不赚等于亏 然后群体的开印,听完他这话之后马上也晒了一个收益啊 这四个单子我看不到的正孩子负啊 安慰于同学说,没事啊 阿尔岩,COMP赚了330% BCH开多赚了227% 晚春,COMP开多赚了290% 然后QENG,BC开多亏了14% TLNV,TL,AV开多赚了200% 新ETH开空赚了240% Lucky6,ETH开空赚了170% BTC开空赚了47% AV开空赚了60% 外卖个失业了,ETH开多赚了142% 然后Edison,COMP开多赚了384% 他说Rose大姐,又又又又又又,带我赚钱了 好,群里的小伙伴说,帮我打马赛克助手哥 然后他晒了一下,他ETH的多单赚了87% 具体为什么要打马赛克 小伙伴们可以自己到群里面去看一下 然后QENG,ETH开多赚了176% BTC开多赚了141% 然后群里的Hardware,ETH开多赚了1380% 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最低的时候,差不多跌到了30200% 然后回调上涨,一直涨到现在的30700% 快800%左右 一有波动群里的小伙伴就可以赚钱 到底是哪些大神又又又又又 又带群里的小伙伴赚钱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Jason Jason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说 大家早上好,周日快乐 今天看起来是一个适合剥头皮的好日子 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简单水平 可以在较低的时间框架 6分钟到24分钟上寻找分歧 然后Jason大哥昨天加班给我们画了这张图 按道理来说,他应该会休息的 但是他依然还是给了这个图 在中部的支撑范围 大家可以看到30284% 然后一直到30202% 昨天插针刚好就插到了30200%那个地方 对吧,然后反弹 然后上方的支撑呢 30700%到30773% 大家可以看到 上边缘的话差不多是30900% 大家发现没有 刚刚好就在Jason画的这个图表的支撑 和阻力范围之内震荡是吧 然后Jason接着说 这些水平将在bybit和现在的zmax上得到尊重 然后他接着说 头皮长线最多只的牛市分水岭被击中了 你们都是刚刚关闭了一半 其余将被持有 直到更高 或许是10万 然后Jason给了一个图 差不多就是昨天晚上插针插到那个地方 然后Jason去接了一个多单是吧 就是30226接的针 然后Jason50倍杠杆 吃到了33%的利润 然后他在今天凌晨说 又一个有确认的头皮 我知道今天会有好的头皮 我们可能会跌的更低一些 但就我个人而言 现在的情况是看涨多于看跌 50%的空头已经出局 现在是长线 从低做多 从高位做空 我们走吧 OK相当于Jason的话 让大家昨天在30701这个地方出局了 是吧 很厉害吧 在下跌之前 Jason都已经看到了要剥头皮了 这个操作厉不厉害 大家说然后他又接着给了一个他30675做空的空单 吃到30560 然后之后他又给了一个支撑水平 这一单如果在昨天晚上平了的话 就有收益了 不知道Jason平了没有 但是按Jason之前说的话来说 目前的行情做空要谨慎 是吧 如果是多单的话可以长持 空单的话还是尽量不要拿太久 空单就只是一个短线 拨拨头皮 穿穿短裤 对吧 好然后来看一下 科比多之友金牌分析师 欧哥 他在今天11点钟的时候说 BCH中长线交易机会 图一 BCH周线图表 有一条多次确认的周压力支撑 在280左右 这条线上方共走了540天 量能累积了279M 下方共走了410天 量能累积了336M 上下量能大致相同 筹码经过充分的换手后 当价格突破周线压力来到上方 那短时间价格要回到线下方的几率就很小了 下方有这么多量能累积 不大可能轻易回去 而现在刚刚突破周压力线 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做多机会 盈亏比非常好 止损我放在哪里 切小周期来看 图4是4小时图表 4小时图目前也是上升趋势 不断创出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 如果健康的回调 是有机会回调到0.618 也就是261的位置 如果很不幸的价格到了0.786 甚至更下方 那就说明不仅仅是回调 应该暂时出场走人 再配上图5 这根带量冲破周线压力的K线 我会把止损放在这根K线起始点的下方 如果有效跌破拉盘的起始位 就不是太好的现象 以下个人观点 这几天我看很多的KOL都开始说BCH那个币了 是吧 我们社区的小伙伴都已经玩了两个星期了 我们可以说从底部吃到了目前的顶部了 是吧 我看了一下 油管上很多社区 现在才开始推BCH这个币 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肯定不是一个报复的机会了 是吧 他们现在最多吃点尾巴行情了 好 然后这是他画的五张图表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看一下 好 然后来看一下 又又又又又带大家挣钱的Rose 好 他在昨天12点钟的时候说 BCH空头设置 空单原来来自这里 270开空 然后看空到161 上方止损的话是301 然后他说 有翻转的动作 我们必须接受他 然后群友都纷纷点歌 你们这很现实吗 在你们心中没有唯一的KOL 我知道吗 谁带你们赚钱 谁就是小甜甜 是吧 然后他说 比特币和顶级币都是偏向于熊市的 许多特殊的币 可能在未来五天内 有最后的推力 然后削减损失 BCH减5% 然后在昨天下午三点的时候 他也给了一个 BCH重新开放买入设置 好 Rose姐直接反手开了一个多单 284开多 看多到386 止损的话放在247 然后相当于这一单 带大家赚钱了 是吧 厉害的KOL就这样 挨打要力振 马上由空头变多头 是吧 马上就反向开单 厉害了 然后群友还纷纷的点歌 然后这一单赚钱了 你这个点歌点的没道理 大家应该自己撤掉 好 然后Rose姐画了张图 这是因为BCH这样 吓破了这个三角区间 然后会反弹回来了 他才开得多 是吧 好 大家还记得 昨天的时候 Rose姐发了这张图吗 大家可以看到 跟他预料的一模一样 是吧 然后他接着说 如果我们对BCH的未来 有计划 许多老朋友应该被重新邀请 然后他又给了一个 COMP的购买设置 的话是46.15号 这一单也赚钱了 还是有五个歌 我再来点一个 六个歌 我们现在Rose姐 现在带我们赚钱了 我们点歌 到时候他带我们亏钱 我们点什么呢 然后后面就是BCH加8% COMP加7% 然后他说 下一轮比赛才刚刚开始 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说 你还记得一月以来 多少重要的代理拉盘 有巨大的炒作和巨大成交量吗 试着回忆一下并列出来 然后他列了一下 然后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 他又给了一个BCH的购买设置 293开多 看多到380 止损的话250 然后他接着说 下一次进场 可能在275到280 仍在盘整 等待大的动作 不要用高位的Levy 然后又给了一个LTC的买入设置 111开多 TP1只盈位148 TP2 168 止损的话93 然后在今天早上时间钟的时候 Rose姐说 COMP加30% 利润在一天内 好 这单牛逼了 一天之内 Rose姐带大家COMP赚了30% 好 再也没有人点歌了 大家可以看到 点个赞 好 然后来看一下 刘一东刘大 柳大在今天早上时间钟的时候说 正如上周预报 苹果市值果然达到了3万亿美元还要多 等于A股的四分之一 上涨目标236 远期目标306 这个市场符合马太效应 领头企业的市值占了很大比例 苹果给上市公司们树立了榜样 相信未来A股也会出现 几万亿美金的优秀公司 大饼维持上周预测 又有一两个POW启动 而Post们只剩下可怜巴巴的 起时了 连续多天40度的温度 柳大去出去避暑了 明天不更新 好 今天柳大对比特币 没有发表他的观点 就是比特币依然上涨 维持上周预期 用上周柳大的观点来看的话 目前比特币是一个 非常健康的看涨趋势 大家要记着 好 然后来看一下 区块链GG手VB 他在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说 VTC最新情况没有变化 我们期待着回调到最低2万8 最高可以到3万1 对MATIC和FTM的投资 将在大选卖开始前 上传一个波段空投 由于今天是周末 预计另一天会有平坦的PA 当BTC横向移动时 一些盟友可能会弹出 但整体的情绪没有变化 现在做空 下周买入现货 VB还是认为 比特币会回调到2万8去 反正每个博主 有每个博主的观点 我们只是来参考一下他 VB总体上的观点是认为 比特币会回调到2万8去 然后再来反弹 他一直认为会有一个深蹲 这么长时间我看VB的话 他是一个偏向于看空的博主 好 然后来看一下罗胜 罗胜在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说 作为一个很难管住自己手 每次看到一些机会都想去参与 这是习惯使然 可以纵容一下自己过去犯的小错 小的筹码去参与 但绝对不能让自己满仓all in 赚钱容易赔钱更容易 亡国不可复存 死者不能复生 一旦超过50%的资金受损 那回本的路就太遥远了 为了在这个行动中取得成功 我们必须耐心等待 并在比特币下一步重大运动前 找了机会预测即将到来的市场运动 为了形成明确判断 我们必须等待行情发出信号 这里有个问题 你知道草原上最厉害的动物是什么吗 你可能觉得会是狮子老虎大象 其实并不是 草原上最厉害的是鳄鱼 鳄鱼和恐龙是同一时期的物种 恐龙已经被写进了历史书 成为了故事 而鳄鱼现在依然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搞金融的 都用金融巨鳄巨金来形容 是长久的意思 是不是突然觉得鳄鱼很伟大 罗大这话说的 我简直就是五体投地 很有道理是吧 然后他接着说 当猎物来到时 他必须稳快准狠 然后发动致命遗击 罗胜几时也像志哥一样 会发表这种言论的 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志哥也发了这句话 我来看一下志哥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志哥 原来志哥也发了这句话 他们还是同一时间发的 志哥和罗胜的关系 看上去真的很不错 这句话很有道理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 他在昨天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说今天周末机构不上班 应该没什么行情 像交易所 包装数据也是左右多空平衡 等到周一华尔街上班 就会热闹起来 各位宝宝有问题 也可以点击这条信息 给我留言哦 我会在聊天群里 与大家互动 聊一聊最近的看法 书行大哥 真的最近随着 我对他深入的研究 我发现志哥 你别碰到杀猪盘了 书行是男是女 都不好说是吧 昨天群里有很多小伙伴 跟我爆料 书行是个团队 他不是个人 书行姐都已经换了几个人了 这都是包装出来的 志哥你小心碰到杀猪盘 然后他接着说 周五发视频 做空BCH是刚刚高点 高倍单向合约是可以止盈的 有BTC对冲 那种双向合约可以拿着 没开也不要紧 土狗币确实太危险了 两倍波动确实很大了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就一直说 书行姐怎么这么厉害 是吧 又会做视频 做视频像娱乐主播 报单很专业是吧 他们报单是一个专门的团队 整体来看的话 水平属于中等 也不属于特别高 是吧 好 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 OPTI一小时的报仓图 比特币目前如果跌回 30,200去 会把所有开多的人报完 如果上涨到31,000去 会把开空的人报完 但是明显 比特币下降的收益 要比上涨越高 好 然后来看一下全局报仓图 全局报仓图很明显 比特币上涨到31,200去 这里有一根线的空单 但是下跌的话 收益确实比上涨越高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坨 是吧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